為了讓年紀比較大的中部 竟加注意自己的身體狀況 出雙這行政府的地位使用提醒各位 現化一款醫療APP 由出雙情心來到後部的安家社區 跟中部如何使用 不但能記錄自己的身體狀況 竟然用手機來掛合看醫生 讓中部都覺得使用更方便 並且可以下作出工資訊的活動 讓中部緊錄一來參加 了解APP的使用 現在是網路時間的時代 無論要做什麼會 都可以用手機來完成 為出雙這行政府的地位使用提醒各位 現化一款醫療APP 不但能查到主線的培力 記錄身體狀況 竟然以右看醫生是相當方便 居家兩側評估專輯移病 新智慧健康服務平台 我們這個專輯其實是一個大型的聯合計畫 主要聯合了嘉義市、嘉義縣、雲林縣 跟澎湖縣四個縣市 我們建置了212個社區健康的一個據點 我們因應的這個計畫 我們也開發了一個APP 叫做神保1.0 經由神保1.0的APP 民眾在96個社區據點裡面中 他們只要量測 不管是他們的血壓 還是他們的體重 還是他們的體脂肪 所以眾多的生理量測資訊 都可以經由我們的APP 上傳到我們的健康平台 然後民眾如果去看醫生的話 可以直接出示手機的APP畫面 讓醫生知道說他現在 最近的一個攝影狀況 雖然價錢很穩定 但是保持好的衛生也很重要 為主出雙自己做出工撒噴的畫面 讓中部的金融藝藏有畫面 也真加適合親自的觀念 我做這個感覺是滿簡單的 然後如果要第二次創業的婦女 可以做這個事業 就是很簡單的 你回家看開一看 你就會記得說 什麼多少 什麼多少 這個圍照 今天來這裡 鋪板這個圍照 實在有讚 是很實用 大家大小孩出去 當然可以洗手 實在 還可以讓我們的衛生 可以提高 這個APP可以讓我們自己了解 自己的體脂 還有身高體重 還有它的變化 就是長側氧就可以知道它的趨勢 然後在醫院那邊也可以連線 整個地方是流淚滚滚 中部一次就學到兩種不同的宿物 真把他們的地勢更好習慣 立場也希望 未來省用這種主案 衝飾中部的生活 今天外面 因為本地還在我們 好像七八個來這裡 來這裡好而已 但是因為還加入到我們這個 手工相照 哇 差不多一十個來 非常歡迎非常好 拜託我們的 沖沖也好 或是油管管理也好 多少多少來幫我們推動 讓我們的機運 可以更加在這個生活中 更加穿實 對他們的主信 大家作為多年是觸美還有意義 最重要的是實際運用醫療APP 自己拿自己的身體健康把關 點進行後來過未來的人生 給家中一庭 彩虹波特